不孕不育是由哪些原因引起的? 起演、妇科、妇主任医师 可能是双方的因素 对于女性来讲 比较常见的一些因素 比如说一些输卵管的问题 输卵管的炎症 或者结合导致的输卵管不通 或者说是 比如说像子宫内膜异危症 导致的盆腔粘连 然后这个输卵管的一个扭曲 和周围的一些粘连 导致输卵管的这个不通畅 所以它都容易导致不孕 那当然还有一些气质性的原因 比如说像子宫肌瘤 尤其是一些子宫肌瘤 它这个肌瘤长的方向 是凸向子宫腔里面的 我们把它叫做粘膜下肌瘤 长到宫腔里面了以后 一定会影响这个宫腔的一个 正常的一个形态 那也会影响收进卵着床的 所以也会导致不孕 像子宫腺积症 使整个子宫腔增大 子宫的一个增大的 一个肥厚质地比较硬 它也会导致病人不孕的 像剁囊卵巢综合征 这种内分泌的因素 也容易导致病人不孕 当然这种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那另外一个方面呢 女性不孕 当然也有像内分泌 除了刚才说的PCOS以外呢 也有比如说卵巢的一个早衰 卵巢功能不好 这些如果一个病人 他的排卵不好了 那一定会影响他不孕 那对于男性来讲呢 比如说经验的一些异常 少经呀弱经呀无经 那当然也容易引起他不孕 那除了这个经验的异常以外 那个新功能的一个障碍 也可以导致男性的一个不孕 那当然也有可能 有些病人是男女双方的一个因素 他男女双方都有问题 除此以外呢 其实还有一些不孕不易 他的这个病因 其实不是特别清楚的 也可能跟一些遗传呀 或者内分泌呀 这些关系有关 专家提示 一 一般有正常性生活的夫妻 在一年以上未怀孕 即被称为不孕不育 二 女性方面因素有输卵管炎症 结合导致的输卵管不通 盆腔粘连 子宫肌瘤 子宫腺肌症 多囊卵巢综合症 卵巢早衰等 三 男性方面因素 经验异常 少经 弱经 无经 以及性功能障碍 四 也可能是男女双方都有问题 或者有一些遗传和内分泌的因素